张化县政府为创造学生竞争优势的蓝海策略 15日副县长林田富启用二林镇万和国小国际村 使张化县国际教育示范学校又增添一名生力军 带领张化县英语教育继续朝着张化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的目标前进 与会贵宾有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施威权 中科管理局副局长陈明皇 二林镇长张国栋 二林镇农会总干事蔡施杰 万和国小校长施沪勤 教育处长张基玉 建设处代理处长陈文庆 新闻处长黄东烈等人与会共襄盛举 我们希望把二林的相关的环境打造 然后来欢迎所有的我们高科技的厂商进驻之后 员工的需求 那在这方面特别受到大家重视的就是 我们学校教育的部分 所以今天首先在我们万和国小 我们二林科学园区大门口边的我们万和国小 打造完成了国际村来并启用 万和国小目前我们积极的推行 这个国际语言 这个英语双语教育 以及我们国际情境教育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一步一步的 来落实我们生活上的照顾 那特别让一些科技新贵 我们所有的高科技的厂商进驻之后的员工 的子女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那从国小开始 渐渐的我们的国中 甚至将来的实验高中的部分 都会逐步的来推动落实 下一代建构这么好的环境 就如同刚才小朋友们所唱的 Spreading our wings wide 可以让我们下一代的翅膀 生长得更宽广 如果在我小时候有这样的环境 我想我在学习一个新语言的过程里面 会多了很多乐趣 那么当时我们万和有一个署名 说有这个罐好不好 当时因为我们中科管理局 来定案我们中科士期 要在我们万和我们二龄来进驻 我就告诉我们的乡亲 不是变化到国小 是万和国小 今天我们的成果已经慢慢在展现 借着这个国家村的成立 来keep in一些 这些二龄中科这些厂商可以来永远来住进来 因为他们来后他们也会收到他们的主力 完工的子女 他们想要收得更好的告语 所以这是所谓的竹槽引奉的一个政策 林副县长表示 县府一向采用竹槽带奉的态度 计划引进餐厅 银行 邮局 工商服务中心 希望完善环境建设 因此 位于中部科学园区门口的万和国小 自然成为彰化县国际学校的重点学校 积极为中科四期内国内外旗舰大厂进驻的员工子弟而准备 万和国小打造五大国际语言学习情境 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升学童的英语能力 并拓展学生国际宏观视野 成为国际村的精英分子 公益频道张华允 二龄采访报导